这件事情竟然引起了气象专家的注意 更有趣的是 一个军事迷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时刻 当时有预警机和电子侦察机 紧紧跟随着一架军用飞机 这位军事迷发现 在西南空域飞行的所有飞行机信号 都受到了长达20分钟的干扰 当运8电子侦察机出现时 15架飞机的信号解码全部混乱 这显然是被干扰所致 在2001年10月31日 一架C130H7电子侦察机 飞往台中水南机场进行例行周检 恰好那天 空军第二后勤指挥部在水南机场举办了亲友活动 为了这次活动 二指部特别拆除了这架电子侦察机的信号接收器 并将其编号1351改为1301 然后将其拖到一个大屏幕前进行展示 然而 他们在变更飞机续号时 犯了一个小错误 没有将续号 重度更改为1301对应的85万013 而是保留了原续号1351对应的90万0176 到场的航空迷们发现后非常兴奋 并拍下了这架C130H电子侦察机的珍贵照片 此外 台湾空军最近宣布 服役已达40年的C130运输机将在未来数年至2030年期间进行升级 预计费用将超过100亿元新台币 升级项目包括整合座舱界面 增强安全系统 提升海上搜救能力 以及全球精准定位等 旨在提高飞行安全和作战效能 正如大家刚刚看到的 电子战飞机确实具有强大的能力 被台湾军迷称为法宝王的C130HE电子战飞机 拥有一种神秘的武器 能够让多架普通飞机或战斗机 瞬间失去通信和雷达探测能力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揭开这架法宝王电子设备的秘密 C130HE电子战飞机也被称为监听飞机 是台湾空军目前在意的唯一一款电子战飞机 这款飞机由台湾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研发 并赋予了独特的编号1351 现在它归属于台湾空军第439连队的 第20大队第6中队 C130HE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方的雷达系统 电子制导系统以及通信设备进行电子侦察 干扰和攻击 以暂时瘫痪敌方的空防系统 为本方飞机提供掩护 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攻击和摧毁任务 在现代战争的舞台上 电子战飞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传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相提并论 随着电子雷达技术的飞速发展 电子战飞机的地位 正在逐步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我们追溯电子战飞机的历史严格时 会发现其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末 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变革 众多新兴技术开始被广泛应用于战场 其中电子雷达技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为了应对这一新兴威胁 各国纷纷投入电子战的研究 开发出了一系列干扰设备 电子告警器和消极干扰物 这些设备最初被安装在轰炸机上 或通过轰炸机进行投放 从而催生了最初的电子战飞机 直到上世纪50年代 美国推出了EB66飞机 这标志着电子战飞机 真正作为一种新型武器装备 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在越南战争 台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多次冲突中 电子战飞机都大放异彩 成为了现代战争中 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代的电子战飞机 大多是在攻击机 运输机 轰炸机 战斗机或客机等机型的基础上 进行改装而成的 而C130H电子战飞机 则是基于台湾的C130运输机 改进而来的一款典型代表 这款飞机在外观和基本功能上 保持了与C130运输机的一致性 但同时又具备了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1995年 C130H电子战飞机 完成了系统整合与飞行测试 并成功通过了台湾空军的 作战测试评估 随后正式加入台湾空军服役 然而 C130H电子战飞机 似乎一直都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 关于它的资料和公开亮相的次数 都极为有限 这更加凸显了其神秘感和特殊性 在2006年 台湾C130HA电子战飞机 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并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次亮相的背景是 台湾空军为了应对空中电子干扰的挑战 启动了名为天蝎星的地空通讯反制计划 在此次行动中 C130HA电子战飞机充当了假想敌的角色 利用其先进的电子战能力对台湾花莲雷达站进行了初期的作战评估测试 它成功地实施了电子干扰 切断了地面雷达与空中战斗机以及强网指挥系统之间的通讯联系 这次测试的结果在几天后才被媒体陆续报道出来 但报道的内容相对较为简略 C130HA电子战飞机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卓越的干扰能力和远距离操作范围 能够在距离目标区域120公里外有效干扰通讯设备 既保证了干扰效果又确保了飞机的安全实现了双重效益 这款飞机具备强大的干扰功率和宽广的频率覆盖 能够同时捕捉并压制敌方无线电指挥通信和导航设备的信号 从规格上看 C130H1电子战飞机拥有长达29、8米的机身、40、4米的翼展 以及162平方米的机翼面积显得尤为壮观 其空重为34400公斤 而最大起飞重量则高达70300公斤 在人员配置上 C130H1能够搭载12名机组人员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其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系统 均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 该飞机采用了先进的综合电子战系统 能够将多个不同种类和频段的作战平台 整合为一个功能全面且通用的电子作战系统 在动力方面 C130H1配备了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592公里每小时 飞行高度为6000米 其燃油储量也相当可观 总储量为36,028公升 其中机内储量为25,549公升 外部油箱储量为10,479公升 无需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C130H1的最大航程可达3,800公里 骑骑飞滑跑距离也较短 空载时为425米 满载时则为1,093米 且具备在未铺设的跑道上起降的能力 此外 C130H1还装备了一系列高端电子设备 包括NALQ-62侦察告警系统 STASM干扰系统 NAQ-15红外侦察系统和N52塔康导航系统 在雷达方面 它配备了NAQ-12多功能雷达和NAPN-147多普勒雷达 这些先进装备 共同铸就了C130H1电子战飞机 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地位 C130系列飞机并非仅限于C130H1电子战飞机 这一改装型号 实际上 该系列涵盖了多个功能各异的变种 如HC-130战场搜索与救援机 KC-130空中加油机 以及WC-130机枪侦察机等 其中 HC-130型救援运输机 被美国海岸警卫队广泛使用 自上世纪60年代首飞以来 它已成为一款多功能的军用运输机 尤其在海上搜救方面表现出色 此外 HC-130还具备空中物资投放和空中加油等多种能力 然而 当提及C130系列飞机时 人们最为熟悉的 还是其原型 C130运输机 这款运输机 堪称设计最为成功 使用时间最长 服役范围最广的运输机之一 C130运输机的诞生背景 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 当时由于苏联的行动 西百林被封锁长达一年之久 这一事件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对战略空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随后美国启动了新型运输机的招标计划并提出了一系列严苛的要求 包括能够运送大量步兵或全副武装的散兵 续航力需达到1980公里以上 并且必须能够运载包括大部分装甲车辆 火炮卡车或大型户在内的重型装备 载重至少为13608公斤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美国多家公司投入到了原型机的设计与制造中 其中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推出的R206原型机尤为突出 美国空军对这款原型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并最终选择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重标方 随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迅速推进了试飞等后续工作 并在1945年8月23日成功完成了R206原型机的首次正式飞行 在首飞测试中 R206原型机的表现超出了预期 赢得了美国空军的高度赞誉 从而奠定了C-130运输机在军用运输领域的里程碑地位 在1953至1954年间 美国空军订购了总机27架C-130运输机 这标志着该型号飞机正式迈入批量生产和军事应用的新纪元 C-130运输机的设计理念中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 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其独特的货舱门设计 这种上下分体式开启方式 不仅使飞机能在空中开启舱门 而且当舱门在空中放下时 能转化为一个出色的货物空投平台 尤其适用于执行掠地平拉空投任务 此外 在地面操作时 这种设计同样能作为一个高效的中斜坡道使用 C-130的货舱内部空间宽敞 长度达到12 19米 高度为2 74米 宽度则有3 12米 在进行物资空投时 飞机只需低空飞行 打开后舱门 并通过一个专用钩子将货盘与货物相连 当这个钩子与地面空投场的钢索相聂合时 货物便能顺利地从后舱门拖出 这种独特的舱门设计 不仅极大的提升了物流效率 还是飞机整体气密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 自1956年12月9日首批C-130飞机交付美国空军以来 它们迅速被部署到阿德墨尔空军基地 成为第463战术空运连队的重要战斗力 而台湾则在1984年6月18日 首次引进了C-130H型号 共购入了12架 随后在1992年和1993年 又分别增购了8架和1架 至于台湾的C-130HA电子战飞机 在1995年完成了系统整合与飞行测试后 正式成为了台湾空军中的精锐力量 关于C-130HA电子战飞机 在全球范围内的性能排名 以及与其他同类电子战飞机的对比 一直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然而 每个人对于最强电子战飞机的看法各不相同 那么 你心中的最强电子战飞机是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